你只要输入网址登录账号密码 就可以直接输出一个你要的AI的图片 Microsoft Bing这个网站 会把网站放在字顶的留言区 当你登录一个微软的账号之后 你到这个网页上 完全免费的人来制作一张属于你的AI的图像 可以做任何的使用 而且它没有版权的问题 我们在这个地方打上你想要的描述 那你刚进来这个账号的时候 它这边会给你25点 让你加快产生图片的速率 我这边简单的描述了一下我的想法 有干净的桌面 上方有笔记本 有文具摆放整齐 有一个女性扎着马尾穿着衬衫 她的背影正在认真的学习 而且她还戴了一个苹果手表 当我把这样的一个讯息打上去的时候 我要尝试按建立 它会告诉你说 这个平台目前它只资源英文 所以未来它会提供更多的语言 但现在就资源英文 那怎么做呢 把我们的这个文字复制到CheckGBT 你把它打上去 我们请它把它翻译成英文 翻译完成之后 我们把这个英文复制起来 再把它贴在这个创作的页面上 按这个建立 这个时候它会开始告诉你 AI建立你的图像 这边有我之前所创建的一些图案 它会透过你给它的描述 建立四张相关的图 这些图你都可以下载 完全免费 好 它已经创造好这个图了 有没有符合我们刚刚所描述的那个意象 我们可以一张一张点进来看 一个女性的背影 扎了一个马尾 很认真的学习 那么你再来看这一张的图片 你会觉得有点吓人 你看它的这个手臂方向 然后再来看这一张 这张图片就很吻合 我们刚刚描述的一个女性 非常认真的在学习的一个画面 然后再看最后一张 它这边有文具笔筒等等 然后你可以看这张图片 它还是有一点bug 你看这个扭扣居然在前面 所以它算出来的这四张图片 你可以去选择一张 你觉得最合适的照片 像这两张显然是有点问题的 你可以选择可以用的一张图片 在我看来这张图片算是呈现的是比较完整一些 你可以看到我用AI产生的一些图片 这些图片呢 它的完成度其实都非常的高 我利用不同的叙述 不同的形容 把你想要描述的东西 都把它完整的描述之后 透过翻译 把这些文字叙述呢 贴在这个框里面 它就能够产生这些图片 以上呢就是我用AI产生的相关的图片 的相关的操作给你参考 你也可以赶快来尝试用AI来建立你自己的影像图片 那么如果你自己在创作当中呢 有一些什么样的反馈的心得 也欢迎你留言跟我们讨论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